啊 这里还会有八路吗 他们早已闻风丧胆地逃跑了 黑风雨应该是安全的 太军 还是小心为好 哎 少佐 你看 花姑娘 花姑娘 快点 抓过来 快快快 我说 娘队长 你怎么不去抓 太军 花姑娘都是皇军的 太军请 太军请 等会我们就在那儿 花姑娘 等等我 等等我 花姑娘 快走 快走 别跑啊 等等我 花姑娘 花姑娘 别跑啊 别跑 花姑娘 我觉得今天风头不对 小鬼子可能要遭殃 那咋办 那咱们逃跑吧 逃跑 到时候 会去让小鬼子给毙了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要是真有啥事 让兄弟们先团在一块 先保命再说 就这样 别往前去了 去说吧 兄弟们 原地待命 提告警戒 好 就待命吧 快 别跑啊 别跑啊 给我追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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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连跑 潘姑娘 慢点 潘姑娘 慢点 怎么没看到二鬼子 我刚刚侦察的时候 的确看到二鬼子了 还乱大马车 走 我们去解决他们 那这些鬼子怎么办 就这么几个人 丘连长会解决 走 好 走 走 眼睛放亮点 准备 大姑娘 别跑 别跑 等等我 鬼子来了 准备行动 好 快追 别让他们跑了 我准了 打 撤撤 快 二哥 还真有埋伏 怎么上上 上什么 上去就是送死 就在这儿待着 好 快 走 跟上 快 天下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二哥 全八路 怎么办 二哥 我们撤吧 撤 走 走 走 追 走 快 走 走 追 追 快 二牌留下看五字 其他人跟我追 是 快 快 快 我去看看 留一个碗给你们 打索战场 好 一般留下 其他人跟我走 是 是 肚子麻利点 快 快点啊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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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了 他们跑不掉的 大家原地分散一臂 把这边包围起来 是 是 快 往重力里边跑 打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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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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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回了 两分钟不到 把他们全都解决 太不过瘾了 这怎么样了 三派把逃跑的卫军堵住了 行啊 不愧是小诸葛亮啊 三派提前埋伏在那儿 没有十面埋伏 也算是三面包抄啊 困住了 咱不打 卫军狗急跳桥 我怕打起来 咱们会有损失 打仗哪能没损失啊 群体都有 等下 研长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我觉得 没必要为这二十几个卫军 付出伤亡 你又有好办法了 劝降 劝降 我觉得可以试试 你看 鬼子完蛋了 卫军心里肯定发黄 撑不住 而且 他们困在这儿 一无援军 二无粮草 我们不打 他们也会垮 而且他们都是中国人 我赌他们还有点良心 所以 我觉得咱们可以争取一下 怎么做呢 让我去跟他们谈 你去 不行 太危险了 放心吧 你见我打过没把握的账吗 李璇 看着点 伪军的弟兄们 我是八路军牌照闻力轩 请你们队长出来一下 我有话谈 你们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反抗是没有好下场的 大家都是中国人 何必自相残杀呢 如果你们答应谈 就回个话 二哥 八路这唱哪出啊 八路的兄弟 我同意谈判 当我不过去 你们得派一个人过来 说好了 不许带武器 玩阴的 明白吗 好 我同意 李璇 不行 万一二鬼子使诈怎么办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还有 连长 你们同志们借点钱 我有用 借钱 这又不是逛大街 借钱干啥 你准备好就是了 待会儿有用 拿着 连长 李璇 你为什么要拆了装备啊 我去劝降 你疯了 你 你这不是羊鱼虎口吗 你有什么把握 可以劝降他们 放心吧 现在害怕的是他们 不是我 可是这样 太危险了 玉璇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相信我 可是 玉璇 先看看再说 伪军的弟兄们 我进来了 一个人 别担心 走 来 坐好准备 伪军的弟兄们 你们放心 放心 我是一个人进来的 放心 我没有带武器 你们俩去 走 过去 请问哪位是你们的队长 我就是他们的队长 有什么话 你说吧 来者是客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来 我自保家门吧 我是八路军牌长 文丽轩 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给你们一条活路 活路 什么活路 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就是活路 你原来是来劝祥的 没错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怕 不过我相信你还有良性 不会滥杀自己的同胞 而且我更愿意相信你 你是一条重情重义的汉子 不会置你这帮兄弟于死地 你就这么肯定啊 这帝兄们 日本人侵略中国 烧杀掳掠掠 但凡是有点血性的中国人 都会奋起反抗 你们只是误入歧途 成了日本人的帮凶 我相信那都是一位形势所迫 绝不是你们自己想干的 对不对 二哥 这八路说的有道理啊 这当奴才的日子 兄弟们早就不想干了 不如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人吧 是啊 二哥 做罕奸还不如当土匪 古人云 迷途知返 枉折事也 只要你们脱了这身不光彩的黄皮 就还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堂堂正正地大丈夫 丘连长 李萱进去那么久了都没动静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是啊 李萱 李萱同志身体本来就弱 现在单枪匹马进去 这万一要出什么事 咱们连救他都来不及 丘连长 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 把他救出来啊 可是李萱跟我说过 要是李萱同志输事了 你能负责任吗 我 对啊 你不能光在这儿等着呀 快想想办法吧 想想办法 丘连长 文派长 我杨某和这帮弟兄 被你们八路困在这儿 我无话可说 只要你们 能给我这些弟兄一条生路 我可以将他们马枪放下 至于我个人的生死 你们随便处置 好 杨队长果然有担当 讲信仪 我问李萱以人格担保 只要你们不再抵抗 不再助手为虐 我会护送你们安全地离开 并且 我给你们每个人 都准备了路费 会礼貌地送你们走 就等杨队长一声令下了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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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文派长 今天我就赌一把 把这二十几个兄弟的性命 交到你的手上 不过 你得说话算数 杨队长请放心 你可以不搅强 在你离开之前 我可以做你的人质 如果我的人敢乱来 你可以一枪打死我 没想到文派长 你这文若书生的样子 还真是条好汉 好 我就不多话了 兄弟们 刚才 我和八路军文派长说的话 你们都听见了吧 自从老子 穿上了这身狗脾气 心里 就一直没舒坦过 今天是八路军 他们 给了我们一条生路 现在 老子这个什么鸟队长 鸟队长 不干了 这身臭狗皮 老子今天 把他脱了 对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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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